找亮机APP 用更少的钱玩更好的手机 等等 吃一顿换一款 感觉吃一个月都不会重样 其实现实中真的有小伙伴能连续吃泡面一个月吗 不少人都说泡面里的毒素要一个月才能完全被身体消化 又有人说泡面的防腐气很高 长期吃泡面人死后尸体不会腐烂 那么连续吃一个月泡面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其实一般泡面面中含有6克的盐 而最科学的盐摄入量是每天6克 就是说我们一顿泡面面就把一天份的盐都吃了 长期这样仍容易患上高血压 而且十分伤害肾脏 另外高浓度的盐会破坏胃粘膜 又发胃癌 胃精作为泡面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还有大量的磷酸盐 泡面面那么好吃全是因为它 不过人如果摄入过多的磷 会影响身体对钙的吸收 乳质会变得疏松 而且胃精还会麻痹人的味觉 长此以往 你以后吃啥都吃不出份了 对于吃货来说 一条灵敏的舌头可是很重要的呀 更别是为了保存 泡面都是经过油炸处理的 油脂氧化后变为氧化之质 收入过多 小心年纪轻轻就血管硬化 看了方便面的那么多危害 连续吃一个月 那简直就是早死了 那些组作方便面 没有调料包的人 现在想一想 感觉都是活菩萨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本视频素材源自网络 有找量器剪辑配音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